第166集 接下来是前四名的角逐 欧阳明对阵江伯云 这一战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原本人们一度认为 这将会是本届总宗会伍的决赛的 江伯云第一次扒出了他的剑 让人无比诧异的是 他背后的剑侠中竟然有两把剑 一把青色一把黑色 两把剑都是又细又长 其中青色剑表面布满青林 色泽清冷寒光死意 而那把黑色剑则插在剑翘之中 剑翘仿佛是某种黑色晶石 打造而成的古怪无比 这两把剑顿时引起了观众极大兴趣 林明对此也是极为关注 他隐隐地感觉到这两把剑不简单 作为一个剑客 一路站到现在第一次出剑 足以证明江伯云实力的可怕 现在一出就是两把剑 更让观众兴奋莫名啊 江伯云学的双剑柳啊 不可能吧 咱们七选五剑宗修单手剑呢 而且双剑柳他不是正统啊 江伯云不可能舍本竹墨啊 双剑柳有双剑柳的优点 但是正统的剑道还是以独剑为王 真正追求剑道极致的人 基本都是用独剑的 自古以来在剑道上称王称圣的 也含有双剑流 比赛开始 江伯云却根本没动用那柄黑色的剑 只是出了轻剑 灵力的剑光就如同漫天青红一般倾泻下来 欧阳明释放出的紫言纷纷被窃碎 剑在手的江伯云气势已经完全变了 与欧阳明一战几乎是一面倒的战斗 十夕之内战斗结束 欧阳明认输了 江伯云将轻剑收回剑侠 而那柄黑剑他并没有动过 两把剑在手却只用一把 没有人认为江伯云剑侠中的第二把剑只是摆设 他肯定有着极为恐怖的威力 之所以没出 大概是因为欧阳明不够可 这个江伯云应该不是双剑刘 只是有两把剑 第二把剑应该是要配合他的一些特殊招式来使用的 林明微微沉吟 他看江伯云的时候 总有些难以估测的感觉 对方如此镇定自信 自然有他自信的资本 在场的观众 都对江伯云的第二把剑充满了好奇 期待着他的出场 他们本来把希望寄托在慕谷补玉身上 然而他们失望了 在裁判宣布江伯云对战慕谷补玉之后 江伯云拒绝出战 江伯云 你为何不出战 慕谷补玉一张干尸一样的脸 完全扭曲在了一起 又多难看 又多难看 我不想圣之不武而已 活鞋神被废 赤金龟也不是最佳状态 你已经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江伯云怀抱剑侠 平静地说道 木骨补玉咬着他森白的牙齿 黑黑冷笑 原来你在可怜我 想不到 我木骨补玉会有一天落到这一步田地 被人灵敏 他虽然心中恨到了极点 可他却不得不承认 现在的状态的他 不可能是江伯云的对手 江伯云道 多说无意 现在的你 恐怕连逼我出黑精箭的资格都没有 你什么时候自认为恢复到巅峰状态 可以来决建峰找我 你我一战定输赢 于是江伯云与木骨补玉的一战被搁置 而欧阳明的第四名基本敲定下来了 剩下的就是最后一场冠军的角逐 林明对阵江伯云 裁判组有意把林明和江伯云的对决放到最后 是想让两人都调整到最巅峰的状态 在最后一战开始之前 比赛暂停休息三个时辰 直到午饭时间结束 事实上这时候啊 很多人已经没心思吃午饭了 他们干脆坐在观众席上等着 兴奋的讨论着接下来的对决 这些七旋谷的普通弟子 多半眼力有限 不过他们自行脑补和扯皮的能力极为处众 林明和江伯云还没打呢 就已经被推演出无数个战斗版本了 包括江伯云的黑精剑有什么作用啊 这都被他们研究的极为透彻 尤其是练器宗弟子 平时打斗不行 现在正是发挥他们专业特长的大好机会 他们从种种的角度 专业的分析江伯云黑精剑的属性 要是不知道情况的 还以为这把剑就是他们打出来的呢 冬日午后的阳光有些软弱无力 午放过后 总综会晤的最后一场比赛终于拉开了帷幕 这是方圆几十万里的七旋地区 数百年来最顶级的天才对决 在这一刻来临之后 全场欢呼声雷动 这时候已经很少有人去纠结林明并非七旋谷弟子了 他们要看的只是这一场最巅峰的天才对决 数百年才有的机会 可遇而不可求啊 要知道武者如果不踏入先天 也顶多两百年的寿缘而已 一辈子都等不到一回 光是这一点就已经让人激动万分了 擂台之上 林明与江伯云相聚二十张战力 江伯云打开背上的剑侠 抽出了那把青色长剑 剑在手 江伯云原本内敛的气势陡然发生了变化 他的目光变得如同实质化的剑光一般直刺人心 如果说之前的江伯云像一个温和的青年 那么现在他就具有了剑的品质 锋芒锐利冰冷杀机 江伯云剑指林明说道 在会晤之前宗主曾对我说 上次会晤我败给欧阳明 时隔三年欧阳明达到宁脉巅峰 是我最大的对手 告诫我小心 可我却回答说 欧阳明不是我最大的对手 我最大的对手 只是我自己 我如果连锁在三品宗门的天才都不能击败的话 还谈什么追寻剑道极致 不过现在的话 江伯云深吸了一口气 目光中闪动着耀眼的神采就仿佛是黑夜的星光一般 我不得不承认你的天赋已经超越了我 我与你同龄的时候并没有这份实力 不过越是如此我却越是兴奋 绝世强者的成长需要一个巨大的舞台 小小的七旋地区根本够不上这样的级别 在七旋地区名列第一对我没有任何意义 甚至我慢慢会被这第一的头衔遮住了双眼坐井观天 于是我从18岁开始 便开始挑战包括孔雀山在内的其他三品宗门天才 一开始我输多赢少 后来赢多输少 到今年我出战四场无一败计 我再度因而迷茫了 直到你的出现 你是我命定的对手 超越你 我同样会成为时代的主角 你的天赋越高 我越是战意昂然 林明啊 不要让我失望 林明有些诧异的忘了江波云一眼 没想到江波云有这样的眼睛 一年之内出战四场无一败计 这是一个了不得的成绩 要知道七玄谷在三品宗门中算不得顶尖的 无怪江波云虽然在上届总宗会伍输给欧阳明 现在他的威势却远超欧阳明 在七玄谷弟子心中的地位不可动摇 原来这些都是他用剑打出来的 林明也明白了 为什么江波云之前会盛情邀请自己加入剑宗 他根本不惧争斗 渴望挑战 这才是一个强者该有的武道之心 林明欢欢的说道 我从踏入武道之路的那一刻起 我就听说着七玄谷的名字 对那时的我来说 七玄谷就如同高高在上的神殿一般 让人无法仰视 在踏入天运国七玄武府之后 我更深一层的明白了七玄谷的恐怖 因为你们的存在 许多与我一样的平民舞者 失去了习武的机会 这是他们一出生 就刻在了他们骨子里的命中定数 从那时候起 我就立志 有朝一日要带着我的枪 踏足这里冲破命运的禁锢 去争夺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掌控我自己的命运 现在我想说的是 如果你要以我为命定的对手 那么我告诉你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然而能不能跟上我的脚步 去取决于你自己 林明这一句话说出来 全场接近啊 这话实在是太狂了 一个出身三十六国的武者 说出如此张狂的话语 放在几天前恐怕会让这些眼高 鱼顶的七玄谷弟子笑破肚皮 可现在呢 却没人发笑 因为林明有说这话的资本 哈哈哈哈 好 江波云哈哈大笑 林明 出枪吧 这一声中气十足的话语 就如同霹雳一般 响彻在整座天寻山 出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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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音直冲云霄 在天地山峰之间回荡 那一刻全场的气氛都被点燃了 雷鸣般的欢呼声再度响起 这次的欢呼已经不是为了江波云或者是林明 只是为了这场巅峰的对决 林明把手一翻 中旋软银枪出现在手心 一股沉稳如山的气势顿时爆发了出来 这时江波云动了 他缓缓地走向林明 然而他的脚步却有一种让人说不出的违和感 击步之后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江波云走动之间 在他身后留下了一个与他一模一样的影子 那影子也身穿轻衣 收持清风宝剑和江波云完全看不出分别 他幻象 林明眉头一皱 灵魂力延伸出去 却分明在那影子身上感觉到了彻骨的杀鸡 不是幻象 这是一个有攻击力的影子 甚至不比江波云本人的攻击力弱 林明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攻防吗 突然出现两个江波云 在场的观众也都呆住了 江波云道 看你的表情应该已经猜到了 没错 我身后的影子并不是幻象 它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剑客 与我有一样的速度 一样的攻击力 它是我的剑灵分身 你等于同时与两个我在作战 什么 同时与两个江波云作战 许多人都吓傻了 一个江波云已经堪称变态了 它的剑快到极致攻击零力到极点 现在同时和两个江波云作战 那该是什么概念呢 人人都知道江波云的恐怖 一年之内挑战四名三品宗门的天才 连战连胜 可是因为每次江波云都是客场作战 它究竟有什么样的招式 实力极限是如何 这些人完全不清楚 观众席上的秦幸轩 双手紧张的握在一起 手心早已经浸出了汗 林明能挡得下吗 而且江波云还有一把黑惊剑没出啊 剑灵分身 林明可算是开了眼界了 五到万千有太多他完全不懂的东西 听都没听过 甚至想都想不到的奇异领域 虽然这些领域大多数都是不入流的传承 但是假不住奇数太大呀 总有那种即便放在神域 也能大放异彩的奇珍功法 等待他去挖掘 惊鸿一剑 江波云轻贺一声 只见一道清光闪过 那清光实在太快了 快到如瞬意一般 陡然出现在林明的面前 林明的瞳孔收缩 紧碰过去 剑光直接洞穿了林明 江波云连人带剑 从林明的身体中穿了过去 显然那是残像 江波云连看到没看 身后的影子一步踏出 同样的急速 同样的锐不可挡 又是一道青色 剑光闪过 直刺林明的喉咙 而林明此时身在空中 几乎避无可避 人们的惊呼声 根本来不及喊出来 林明眼中精光暴闪 风之一径 须影被斩碎 林明持枪落在了地上 他身上的朴素青山 被划开了一道一尺长的口子 好快的速度 林明心中暗静 其实林明的速度并不慢 在攻击和步伐中 融入了风之一径 他无论身法速度 还是攻击速度 都远超通缉武者 然而他在速度上 现在却完全赶不上江波云 只能说对方的速度 实在太变态了 怎么会这样呢 林明觉得难以置信 这真是宁脉其武者 能够达到的速度吗 原来江波云已经拥有了 自己的剑步 在七旋谷大殿上 始终天望着江波云 心绪难以平静 所谓剑步 就是将自己的身法 融入到剑意之中 在移动之中 达到人剑合一的境界 人动则是剑动 剑动则是人动 所以江波云 才会拥有如此恐怖的速度 修剑 不但要身后的修为 而且要极高的悟性 江波云能达到如今的境界 天资和悟性缺一不可 不光是始终天 其他几个宗门长老 也是无不心惊 林明的速度 已经够让人叹为观止了 可江波云的速度更快 天生剑灵之体 年仅19岁就领悟了剑步 这等剑道天才 在七旋地区 得有千年未有了吧 炼器宗宗主火炫忍不住说道 江长老 江波云到底达到什么程度了 一年前我才见过他出手 和今天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啊 剑宗大长老摇摇头道 哎 自从波云的剑灵之体决心之后 他的境界一而千里 连我也很难顾测出他的境界 今年他的四场挑战 我陪同了三场 每一场 他都有让我吃惊的进步啊 听到剑宗大长老这么说 在场众人心中再次惊讶了 连剑宗的大长老都不清楚 江波云的实力极限 这等进步速度也太惊人了吧 如江波云这种不断创造奇迹的人 就像是传记题小说的主角啊 史宗天的目光连闪 心中忍不住想到 剑宗的江波云 傀儡宗的目骨补玉 秦宗的秦武信 还有天赋更为惊人的林明 四位天才 齐聚这一代啊 难道我齐玄谷 又迎来一场千古盛世了吗 在一场中央 冰蓝色的光芒亮起 两个江波云同时出剑 两股剑气在半空中交织在一起 气势瞬间锐利到了极致 双剑何必剑气破空 被阵法特别加固的擂台 就像豆腐一样被一剑切开了 肆意冲击的灵力气势 让在场的观众极被发寒 那森寒的剑意 仿佛就抵在他们背脊上一般 面对这道合而为一的剑气 林明双手横枪 清仓真元爆发 一声低沉的龙吼爆音出来 在他背后浮现出一道青龙虚影 真元彻底凝固在凝脉气之后 林明首次释放出最强的真龙之力 咔嚓咔嚓 擂台猛然一震 林明脚下的岩石 被气劲冲出了如猪网一般的裂纹 一枪刺出 震动真元分成一万股呼啸而出 刀如虎枪如龙真龙之力 依附在枪上才能发挥出极致的威力 轰隆 两股恐怖的能量轰然撞击到一起 可怕的真元余波肆意宣泄 整个擂台都在震颤 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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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蓝色剑气不断的破碎 而青仓真元也不断的消融 然而能量的撞击点 却在向着江伯云移去 这也就意味着 江伯云的剑气在拼斗中隐隐落入下风 两刀剑气合二为一 江伯云占了劣势 林明的攻击力太变态了 论攻击力啊 江伯云不如林明啊 江伯云的剑光威力有多大 观众之前可看得清清楚楚 当初对战欧阳明只是随意的剑气展来 就破掉了欧阳明催动五重圆满和欢神功 释放出来的绝生子言 而那时候江伯云只出了一剑 现在呢 江伯云剑灵分身双剑合臂 竟然不敌林明的一枪 砰 真元余波爆碎 江伯云和他的剑灵分身瞬间失去了身影 攻击力不及 江伯云却拥有速度的优势 两道剑气从两个方向刺向林明 速度快到眼睛根本就看不清的程度 林明根本就没看 他把感知完全放开 凭借灵魂里传递的信息 来判断江伯云的攻击 劣力如此 早已经凝聚好的清仓真元爆发出来 林明对准剑气一枪刺出 一万股振动真元分成两股 每一股是五千道 直刺两道剑气而去 砰砰 剑气爆炸 与此同时 一道紫色的雷霆之力从剑气的余波中冲出 如利剑一般直射江伯云 在雷电袭来的瞬间 江伯云的身体只留下了一道模糊的残影 根本就不给林明进攻的机会 速度也太快了 林明心中吃惊了 这还是他首次遇到速度快的让他无法企及的对手 感谢观看